歡迎收看我不柯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S of FIFA 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哦 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抽新的服裝 抑鬱薄金鋪啊 他這個應該算是個活動嘛 左邊上面可以看的到 然後照服裝的話呢 我覺得他女生的服裝長得比較像長蛾吧 如果你們看我之前介紹搶先看的話 其他伺服器有女生的啦 然後台服的話是先上男生的 然後其實其他伺服器我記得現在只有女生吧 然後可能也有男生啦 因為我現在只有看泰服跟印尼服是女生的 然後男生的話呢台服是先上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服裝長怎麼樣吧 好像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穿給大家看耶 好吧這邊連展示都沒有 然後他這邊寫是60抽必中一個凝膠護盾 還蠻好看的 一個類似白色的 應該是正常的凝膠形狀 然後上面有一個類似圖騰之類的吧 好這一套應該是神族的衣服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幾抽可以抽到 他這個有保底嗎 看有沒有保底 1抽19鑽 5連抽79鑽 若60抽內未中 天啊好像很貴 呃 即動薄金 就會拿到即動薄金 所以60抽會有即動薄金 我算一下喔 呃5抽是79鑽嘛 然後我們5乘以60抽 60除以5嘛 那就是12 欸 60除以5 12嘛 12乘以79 948鑽左右 會拿到凝膠護盾 然後抽到武器塗裝 凝膠護盾的話呢 再抽20次進入燃燒時間 藍燒時間後30分鐘不限次數每抽半價 喔還有半價喔 新的東西欸 竟然有抽獎是半價喔 第一次看到欸 就是抽一抽以後變半價了 藍燒時間結束後 再抽達20次可進入燃燒時間 好複雜 等於說你30分鐘內要趕快抽完 不然他半價就結束了 概念就是你要趕快決定 如果第20抽 5連抽內 結束後再進入燃燒時間 總之他有燃燒時間啦 今天就來測一下這個要幾抽抽到 然後展示給你們看 抑鬱神關組合包 所以我覺得官方之後要開一個 就是可以頂下去預覽 然後獎池現在有些服裝 我應該是沒有啊 有些沒有 所以剛好可以一次抽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現在有的鑽石是 12053鑽 那我們看最後抽到是花多少鑽 我先寫起來 12053鑽 然後60抽一定會有這個 薄金 極凍薄金的凝膠 總之就這樣花948鑽就對了 我們直接先抽 一抽 一抽被入魂 一抽就中 有個燃燒圖示 武器 武器箱可惡 原來按更多啊 魔鬼藏在細節裡 好各位你們抽之前要 建議要按一下更多 原來我原本以為獎項就是這些獎項 上面這個顯示的 按了更多才發現原來 原來下面有一堆 圖裝箱要你先抽到 好我們現在一抽沒中 我們先試三次一抽好了 他右邊這邊變59了 他開始撿 撿以後就拿到這個吧 第二抽 19鑽 好沒中 第三周19鑽 沒中 這樣我們就五連抽吧 看旁邊的數字在撿 一個套裝都不給 我們再試單抽 我三個單抽一個五連抽啊 這樣子的話機率應該會比較好抓 然後當然是五連抽比較便宜啊 因為你五連抽的話 79鑽五連抽的話 一抽點是15.8鑽啊 所以說五連抽其實比較划算 那我們再試一次五連抽好了 然後這可惜他不是像龍珠那個 你可以把他拿來抽獎機會 有點可惜 好來囉 再試試看 全部都抽到我不要的東西 這抽完會有一大堆箱子在倉庫裡面 好45抽必中 再來我們是一抽吧 就隨便亂按了啦 總是會抽到吧 哇這中獎機率應該不會到很低吧 19鑽 好五連抽 五連抽好像比較划算 可是這中獎機率到底是怎麼算的 不知道 他只要以後應該是轉蛋法如果開起來的話 你會有一個底啊 哇塞 欸現在連一個套裝都沒有出欸 現在是 好旁邊是33抽必中 欸中了 中了 中了柏金 等一下中了這個欸 呃 50% 欸為什麼下面沒有改啊 呃 50% 燃燒時間 等一下我看一下為什麼沒有變便宜 每抽半價 36不限次數每抽半價 燃燒時間結束後再達20次 每抽半價 欸有半價嗎 我先寫起來 11525 他下面沒有改啊 那應該79半價是多少 79半價除不進吧 39.5 我們先是19也除不進啊 19除以2是9.5欸 我先試一下這邊好 1525 15 506 等一下喔 我們算一下 11525 減掉 11506 19啊 沒有半價啊 哦 知道啦 還要在19抽 進入燃燒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在抽19抽 不是他顯示以後就 就直接半價 是要在19抽後才會半價 好吧 看來是這樣玩 剛好我抽完你們應該就懂 這個概念了 總之你一定要抽到 50抽啦 60抽 50抽你才有辦法 打到燃燒時間 現在就是 燒鑽石的時候到了 為什麼看到這個燃燒 抽到同副的東西了 同副東西會變FV代幣吧 直接5抽好了 剩3抽 剩3抽 我們直接給他 那我們這樣子抽 應該是用3次單抽比較划算 試試看吧 因為直接5連抽不就超過了嗎 現在套裝其實蠻難中耶 左邊套裝其實不好中 我沒想說套裝應該很好就出了 燃燒時間到了 好現在真的是半價 真正半價時候到了 這音樂有變嗎 好這音樂我把它關掉了 再來燃燒時間 開始倒數 39鑽而已耶 1193 那我先寫起來 現在的鑽弱是1193 30分鐘內他開始倒數 怎麼那麼緊張啊 有點像你沒鑽石趕快儲值下去 然後旁邊剩下 9鑽 他是4蛇5入 所以說19除以2的話是9.5 4蛇5入 沒中 那我就直接5連抽 那39 欸又中這個 可惡又中這個手蛋 39除以5的話 一抽是7.8鑽 那這個5連抽還是比較划算的 可是感覺不太好抽耶 現在 現在已經抽多少了 我一開始是12053吧 抽了1000多 negative ア.......才抽1000多帶而已 沒有 而且他這裏面有 刮astre的聲音有點沒few 抽獎的時候沒有那個 轉蛋的那個聲音 哇這個中獎機率真的有點低耶各位 因為 感覺上不好中啊 看起來啊有沒有 因為他們有說像我想像中那樣就是隨時抽就會送送服裝 現在都中一大堆箱子啊 這箱子說實話如果你平常在課金 你真的不會想要中這些箱子 也是箱子很多東西 不是你要的 我已經中幾個盾了 三個盾了 我已經中三個盾了 不要再給我盾了好不好 哇 衣服 哇又手頭彈 我現在就兩邊輪流暗了 可惡 趕快30分鐘內是半價 所以我們還是得趕快吹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花了快2000鑽左右 加速加速 這個這個真的有點像在跟他作戰的感覺啊 沒有 我已經中二獎中那麼多次了大獎就是不出 還是沒有出大獎 沒有我先看我現在抽多少東西了 會不會已經中大獎其實我沒看到 他這個零獎記錄 盾牌一個 零交護盾一個喔 然後 手軟蛋一堆啊 這怎麼 他這個點開詳情啊 你要點開詳情才知道 你中了什麼獎 手軟蛋超多的啊 哇 這個感覺是一個很難抽的東西啊 零交護盾到底中幾個啊 感覺應該有中兩個吧 至少有兩個 好我們再來吧 50% 沒有 大獎大獎 少了緊張感耶 他們有那個 抽獎的fu 噔噔噔噔噔那種 我覺得音效應還是要做一下 沒有 這個神光好像有點難挑戰 這個該不會很難抽吧 欸中了 水 終於中了 呃 抑鬱神光組合包 確認 確認 OK 結束了 而且我跟你們講喔 最可怕的是旁邊套裝根本都沒抽到 黃金龍組合包什麼的 暗金龍 湛藍奉獻這些全部都沒有中 閃電靈組這些都沒中 野火組合包也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 最後中了 這是2022年1月24號 這邊 欸中獎在哪裡啊 3.15 3.15 最上面 好他這邊啊 第二個 他大獎不會順序擺第一 好我們來算一下我總共花多少賺啊 總共呢 一開始是 一二零五三 3 剪掉 10 362 欸 這麼便宜喔 哇 我想要抽蠻久結果 結果意外的便宜 剪掉 15 我現在是一二零五三開始抽的嘛 然後現在是 10 362 1691 零交護盾加衣服 這樣應該算歐了吧 難道歐黃拿鐵降臨了 我覺得應該算歐了吧 1691 如果你零交護盾算690好了 那這衣服才1000賺而已 來吧換給大家看一下 終於有聲音了 因為他剛剛沒有音效音 很不習慣 那我的倉庫應該有一大堆有的沒的箱子 其實箱子我平常很懶著開啊 因為很多 塗裝 說真的我現在有的塗裝都比這邊多 東西還好 所以我沒有開 把他打開來吧 1他怕死 好我們這裏一堆有的沒的 給你們看我箱子有多少 這是平常累積抽東西 抽到一大堆箱子 然後 都沒有在開 所以我箱子真的是非常多 好像很多玩家跟我一樣 很多 喔 原來長這樣喔 肌肉 肌肉難耶 你看他的腹肌出來了 然後面直接是很像個背包 結果是一個光環 這個如果真的沒有直接 顯示出來 你根本不知道他長怎麼樣 不會想說要不要抽 我只是覺得他這個服裝看起來蠻帥的 好給大家看一下吧 他現在這個 眼睛 翻白眼 為什麼是翻白眼 我們先把 我是覺得他以後的口罩可以直接拿掉 就直接顯示 拿掉 不然你看每次要滑到最下面把他脫掉 也是蠻麻煩的件事 好 拿掉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臉譜 沒有眼珠 就是白色的 神明吧 跟著一下 有眼珠要這樣 我是覺得還蠻像RPG遊戲裡面的風格 帶大家留意這個 喔他這個背包也行啊 當我們這個背包也適合 神族降臨 好這套服裝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然後凝膠護盾呢 也給大家看一下 凝膠護盾我覺得蠻好看的 所以 主要這次要抽服裝跟凝膠護盾 其他服裝都沒抽到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超其他服裝 我是覺得其他服裝 他不知道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感覺難抽 凝膠護盾在哪裡啊 現在其實改這樣我有時候找不到東西在哪邊 啊他是算武器的 因為搞混就會覺得說東西都全部放在一起 好的 凝膠護盾 直接 直接 在哪裡 咦 在上面前面嗎 咦 凝膠護盾 他擺在最後面 有必要嗎 為什麼擺那麼後面 凝膠護盾這樣看起來還好 看起來有點瘦嘎的感覺 不知道怎麼講沒有發光的感覺對不對 好吧 凝膠護盾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啊 總之我覺得好像還好 就是他 不是像我想像中可能 會稍微有點這種 光芒的感覺我沒想到他會亮光 像凝膠護盾我現在其實 還蠻喜歡有造型的 這個還不錯啊 天空龍 像這種龍眼 之類的 這種感覺上 有些很有質感 凝膠有一個還不錯用的 跟大家講如果你是 喜歡 丟順柵蕾 這顆還不錯 掠奪金庫 之前那個脂房子的 這一顆他是比較長的 比其他凝膠護盾還長喔 他比例不一樣 他比較 低一點 高度比較矮一點點 會覺得還不錯啊 總之我們最近先裝這一顆來試試看吧 後面實際上架起來 凝膠還蠻帥的 OK 這顆可能有些觀眾會喜歡 好啦 今天主要就分享一下 他抽這個 抑鬱 國金庫裡面的服裝啊 喔我覺得他這樣搭還不錯 最近有空應該就會看我穿這套服裝了 然後也可以歡迎大家在影片下留言分享你們花了幾段抽到 我總共花1691賺 我覺得非常的便宜啊 比想要這麼便宜 因為必須他有一個燃燒 半價 這燃燒半價就有點像燃燒你的卡洛里啊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設定 希望以後其他的 轉蛋都有這個東西 可以直接半價很好 那我們今天遊戲呢 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一天影片 您可以幫你喜歡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有位置叫P5攻略的情報 以及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玩具頻道哪一頻道 都有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我播放哪一條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